《明年有喜》 今天有人会问喜松何来呢 原本有很多的计划现在都还没有达到 期待着健康检查出来可能会有不好的结果 期待着计划减肥到年底反而更胖 明年还有很多的未知 很多的不确定 甚至有很多的压力和忧虑 所以当我想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想应该不是所有人都会阿门 所以在后面有加了个问号 明年有喜吗 圣经当中有一位当神对他显现 告诉他说你明年有喜的时候 大家猜一下他是什么反应 他当时笑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怎么可能呢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 神又再次到他家 对他们再次说你明年必定有喜 他老婆听见 当时也笑了 为什么 因为他老婆当时都90岁了 他说 怎么能有这样的喜事呢 但神却说你一定有 我们来看一段经文 在《创世纪》第17章 好 前面这一段呢 我简单地给大家讲一下就可以 后面我们重点来读后面 说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 耶和华向他显现 对他说 我是全能的神 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 我就与你立约 使你的后裔极其反多 所以下面整个都是上帝 跟他一再重复立约的内容 15节 我来读单节 然后读15节 大家读第16节 谁要对亚伯拉罕说 你的妻子萨莱 不可再叫萨莱 她的名要叫萨拉 亚伯拉罕就服服在地喜笑 心里说 一百岁的人 还能得孩子吗 萨莱已经九十岁了 还能生养吗 神说 不然 你妻子萨莱 要给你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 以萨 我要与他立坚定的约 他的后裔 做他后裔永远的约 过了几天之后 上帝又再次来到这个家庭 然后三个人当中 有一位说 到明年这时候 我必回到你这里 你的妻子萨拉 必生一个儿子 萨拉在那人后面的帐篷门口 也听见了这话 萨拉心里暗消说 我既已衰败 我主也连迈 岂能有这喜事呢 耶和华 其有难成的事吗 到了日期 明年这时候 我必回到你这里 萨拉 必生一个儿子 好 神说的有喜呢 是要用信心来接受的 所以求主帮助 使我们在下面 他的话语当中 能够建立信心 也得着神对亚伯拉罕 这样的祝福 也希望我们在聚会之后 能够把那个题目 后面那个问号给去掉 不是明年有喜吗 不是岂能有这喜事呢 而是说真的用信心来 坚定地接受说 明年有喜 所以感谢着我们 对身边的弟兄姊妹 你稍微问候一下 好不好 你告诉他说 你明年有喜 好 我会从三个方面 跟大家简单分享 第一个呢 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 国度之约 是对他的应许 那当神这个应许 亚伯拉罕是怎么面对呢 有一个地方 他有一点的 对自己的怀疑 他就访问说 明年有喜吗 所以呢 萨拉也是 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他暗笑 那我们最后再看 神所说的 最终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得以成就 告诉他说 明年必定有喜 然后呢 他们生了以萨 以萨就是欢笑 给他们带来欢笑 所以当亚伯拉罕这个喜 我们分享的时候 也期待着 能够成为我们的喜 给我们带来祝福 好 我们先对 亚伯拉罕有一点的 更深的认识 神对亚伯拉罕呢 有很多的应许 都是和国度有关 那亚伯拉罕呢 原本他是住在 迦勒底的乌尔 在七十五岁的时候呢 神呼召他 你要离开本地 本族富家 万物所要 只是你的地区 然后神呢 就带他来到了迦南地 就是今天的以色列 亚伯拉罕虽然 当时还不知道去哪里 但他就顺服地跟从 在迦南地呢 神有多次对他显现 然后呢 重申对他之前那个应许 所以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呢 它不是个人性 不是你这一个人 在这个地上 这个年限得什么福 而是一个国度的一个约 因为神的目的 是要通过亚伯拉罕在这个世界上 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 然后呢 是从亚伯拉罕一个人开始 到他一个家庭 然后再发展成一个民族 最后成为一个国家 以色列国 那成为国家 我们知道 需要一些具备基本的条件 最基本的 你需要有土地 然后呢 你需要有人口 你不能说一个人 我可以自立一国 然后呢 还需要有君王 那还需要有宪法 所以以色列 他后来的历史 就是按照神对亚伯拉罕 这个国度的约 一步一步去进展 那土地 神一再告诉亚伯拉罕 你现在脚掌所踏 你占的这块地 我将来都赐给你的后裔 因为你要在这里立国 那人口 你将来的子孙 也像天上的星星 海边的沙子一样的多 不可胜数 好 那君王呢 神就应许 那将来的弥赛亚 要在这个国中 来牧养他的百姓 那这个宪法呢 就是摩西的律法 所以当以色列百姓 出埃及之后 他们第一件事 在西南山 有一年的时间 领受神的律法 神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国 它不是世界的一个强国 是不一样的 它是要建立 它是要建立一个 顺服神 同管的 是一个祭祀的国度 是一个圣洁的国度 这个国要成为 天下万民的祝福 那这个国 怎么才能够成为 万民的祝福呢 这个国不是今天 在中东的以色列 它现在还在和周边的国家 在开战 这个国它称为祝福 是因为它这个国里面 会出现一位君王 就是神整个旧约当中 所预言的弥赛亚 要在亚伯拉罕的 这个国中出现 他要牧养百姓 他要做王 他要把迷失的百姓 带回到天父的家中 让他们重回伊甸 关于国度的蓝图 其实神在创世纪 第一章第二章开篇 就给我们展现出来了 神创造的计划 不但只是亚当和夏娃两个人 而是要让他们成为一个国家 土地 神把整个的地都赐给人来 去管理 去居住 那人口怎么解决 神把这个任务 交给亚当和夏娃 说你们要生养众多 变满地面 那这个国 又有君王又有通关者 是谁呢 是神 亚当只是一个管家 他是要代理神 在地上行使神的使命 那这个国又有宪法 善恶树的果子 你不可吃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这是神与人的约 所以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 他不是吃喝玩乐 他是需要带有国度的使命 管理 他需要去生养 他需要在安息日带领他的百姓 一同来敬拜神 一同来尊神为王 所以从神创造的世界 我们从狭隘的角度来看 应该 所有的一切 好像都是为人创造 但是我们 从更广的角度来看 不是以人为中心的 而是为了神的国度 和他的荣耀 这个世界 不是以人为中心 而是应该以神为中心 所以全本圣经 它展现的 也就是一幅国度的蓝图 一直到圣经最后两章启示录 也是以一个国度的完成来结束的 好 在伊甸园当中 亚当没有为这个国出生 多一个子孙 多一个百姓 他自己倒先犯罪了 然后亚当被赶出伊甸园 那神的国 整个发展的计划 是不是就失败了呢 没有 这个国依然在进展当中 所以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 然后要让他成为大国 然后呢 在两千多年以后 这个救主 这位君王 就要在这个国中降生 他是万主之主 万王之王 那进入这个国度的方法 也不再单单是 靠着肉体的生养 而是对神果的信心 对神应许的盼望 也就是借着女人的后裔 耶稣基督的救赎 好 所以我们回到经文当中 对于亚伯拉罕来说 神的计划真的很好 很完美 神与他立的约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他也全部的坚信 虽然这是很久以后 才会发生的事情 整个约里面 你看有后裔 就是你国度的百姓 也有君王会从你而出 然后要与他 坚立永远的约 然后呢 还有土地 整个加南地 我都赐给你 所以对于土地 亚伯拉罕也是很有信心 既然你把这些都赐给我 就在我的脚下 好 那我就住在这里 住在你的应许里面 虽然当时在加南 住王面前 我亚伯拉罕全家 只是住帐篷 我连一个城邦都没有 我甚至连一个固定的家都没有 但亚伯拉罕相信神的话和应许 以至于他即使在 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整个在加南地也只有一块坟地 亚伯拉罕仍然对神的应许 充满盼望 土地没有问题 那另外这个国的人口怎么解决 我们知道亚伯拉罕75岁蒙昭 但他有个问题 他什么问题 没有孩子 75岁没有孩子 但神却应许说 我要通过你的子孙 建立一个国度 不是靠你用刀枪征战 乃是靠你的子孙 所以我想这对多年无子的亚伯拉罕和 撒拉来说 他们听着一定会很激动 哎呀 神都应许了 我们会有子孙 所以他们对于生孩子的事情 应该又重新被点燃 那结果呢 他们等了多年 亚伯拉罕转眼都80岁了 他们还没有动静 那继承产业的在哪里 好像神把一切都赐给我了 但唯独把孩子这件事情忘记了 我想猜测的话 亚伯拉罕80岁大寿 估计他过得也不怎么开心 因为没有孩子 后来亚伯拉罕想 那就是在我家生的那个仆人 就让他当我的儿子 来继承这个产业 所以亚伯拉罕说 哎呀 主义 耶和华 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 那就是承受我家业的大马士歌人 一利一谢 他说 你没给我孩子 那生在我家中的人 就是我的后次了 然而神却对他讲说 这人并不成为你的后次 唯独你本身所生的 然后神为了让他更有信心 我想那天跟他讲话 应该是在晚上 就领他出帐篷 你出来到外面看 你看那个满天的繁星 你的子孙将来就将会如此 好 这次神说得更具体 只有你本身生的才是你的后裔 弟兄姊妹 神为什么对于 谁成为亚伯拉罕的继承人 这么在乎 这么严格 因为继承亚伯拉罕产业的 不但只是地上 而且还是继承神对亚伯拉罕 整个国度的应许 所以我们后面看到 以扫 他因为轻看长子的名分 其实他亏大了 他失去的不是地上 亚伯拉罕的产业 而是神对他一切的祝福 好 亚伯拉罕现在明白了 哇 只有我自己生的才是 哇 看到满天的繁星 将来都是我们的子孙 就像如此 所以我想萨拉听了 可能又被他重新点燃信心 好 那么就继续努力吧 或许想孩子的时候 亚伯拉罕就每天晚上 带他去数星星 你看这个是老大 那个是老二 将来我们的子孙会变满天下 或许那萨拉也把他 已经收藏了多年的 那个婴儿的衣服再次找出来 再次对生孩子又充满盼望 他们继续等 等了一年 等了两年 等了五年 还没有度尽 那个萨拉这个时候 也已经多大 75岁 你可以想象当时萨拉的光景 每次听到谁家孩子出生 每次听到一群母亲 在一起谈论孩子的时候 她的心情应该是难过的 因为没有孩子 这成了她最大的痛苦 75岁的萨拉 她终于坐不住了 她想到一个办法 让我的使女下降 回亚伯拉罕 生一个孩子 然后呢 这个孩子就归在我的名下 从此我带这个孩子出去 我就可以说 这是我的孩子 我是一个有孩子的人 所以亚伯拉罕在86岁 就生了以时玛丽 好 听众准备在这里 我想我们稍微停一下 我想问一下大家 一个女人 在什么情况下 会把心爱的老公 让给别人 可见萨拉 对自己生孩子的这件事 已经伤心透顶 下家 和亚伯拉罕一同房就怀孕 而她呢 几十年都没有怀孕 萨拉开始呢 也一定很开心 看似这个事情 按照她的计划 很顺利 但事情的发展 却大大出乎她的预料 因为十女下家一怀孕 竟然轻看她的主母 她不知道感恩 反而对萨拉的地位 带来了威胁 从此 这个家庭的风暴就开始 所以有很多事情 开始我们看似很顺利 但不见得就是好事 我们要看 是否是按照神的方法 那另外从神的这边来看 自从亚伯拉罕取了下家之后 神也对她沉默了十三年 直到十三年后 亚伯拉罕九十九岁 神才再次对她讲话 那这次呢 神还是说同样的应许 一个国度的约 这次神把他们两个人的名字都改了 你不要再叫亚伯拉罕 就是什么 多国之父的意思 并且用割礼作为记号 作为与他立约的凭证 面对这一切 亚伯拉罕都没问题 他都可以用信心照单全收 但是我们要留意 神下面的这段话 竟然让亚伯拉罕笑了起来 神对亚伯拉罕说 你的妻子撒来 不可再叫撒来 他的名要叫撒拉 我必赐福给他 也要使他 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 我要赐福给他 他也要做多国之母 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 上帝跟他讲这个话什么意思 亚伯拉罕 恭喜你啊 明年有喜了 终于到了 然后听到这里 亚伯拉罕福弟就开始嬉笑 他这个笑不是开心的 因为他心里说 一百岁的人还能生养吗 我老婆都九十岁了 亚伯拉罕的笑 他说上帝啊 我还是面对现实吧 可能你事情太多 已经忘记我多大年龄了 我一百岁啊 所以他下面又对上帝说 但愿以时玛丽活在你的面前 他是在提醒上帝 我不需要再生了 我已经有了 我已经有以时玛丽 他已经为神的国 确定了继承人了 但是我们会看到 神却告诉他说 不然只有萨拉生的才是 所以他再次强调说 明年这个时候 萨拉必给你生以萨 所以神怕他不明白 神怕他听错 连他生的这个孩子的名字 都告诉他了 我问大家 以萨是什么意思 以萨是什么意思 这是明年游戏 很重要的一个点 以萨就是欢笑的意思 欢喜 所以上帝告诉他说 你明年的欢喜 不是因为以时玛丽 你明年的欢喜是在 以萨的身上 你不要搞混了 好 这事过了不久 神呢 可见这个事很重要 又再次领导他家 对亚伯拉罕讲 同样的话 他们三个人当中有一位 说到明年这个时候 我必回到你这里来 你的妻子萨拉 必生一个儿子 好 这一次 萨拉在帐篷里面 他也轻而听到 但这里有一个特别的说明 亚伯拉罕和萨拉 年纪老迈 而且萨拉月经都断了 我们知道 这是不可能再有 生育的能力 那萨拉听到之后 心里暗消说 我既衰败 我主也年迈 岂能有这喜事呢 但是神下面再次说 明年这个时候 我们读这一段 反复都听到 好像是重复的话 我们都说 重要的是要说三遍 神不止说了三遍 一再说 明年这个时候 明年你一定能生 我们来思想一下 亚伯拉罕和以撒 为什么会笑 我们或许会说 信心的伟人 也有小心的时候 但我们要留意 萨拉怎么说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第十二节好不好 来 预备七 萨拉心里暗消 我既衰败 我们留意这个衰败 它对自己的形容 这个词在神经当中 不常用在人的身上 它的意思不是说 哎呀 我又老又弱 我已经不行了 不是 它这个词的意思是 形容衣服或者鞋子 又破又旧又烂 它的意思 我已经衰败手 我是一个又破又旧又烂的人 这是一个对自己 极度厌恶的一个词 可见 萨拉在生孩子的这件事情上 他已经耗尽 从结婚到现在都九十岁了 七十多年来 他唯一所盼望的就是能有一个孩子 有多少次的盼望 有多少次的努力 最后都没有结果 他身体上 他精神上 甚至 他的邻里 都已经耗尽 在迦南呢 是一个充满偶像的地方 那个亚舍拉 那个生育的女神 她没有偷偷去拜偶像就不错了 因为生孩子 她付出太大的努力 她本来以为可以通过夏甲 给她一点安慰 给她带来喜乐 给她带来盼望 但结果 夏甲和伊什玛丽 竟然成为了她的羞辱 成了她的愁苦 家庭的纷争一直就不断 所以听到明年游戏 萨拉笑 神啊 我不是不相信你 开始的时候 我听到能有孩子是多么的兴奋 多么的惊喜 但是一等就是十年 再一等又是一个十年 我都九十了 我连这个念头都耗尽 之前亚伯拉罕天天带着我晚上数星星 现在早就不数了 现在连这个想法都没有了 每次都是好消息 但是结果 却是又一次的失望 上帝你跟我讲 有天堂 天上给我们预备一座更美的家乡 我相信 没问题 上帝你跟我们讲说 天地旺 都是你所创造的 何等奇妙 我赞美你 我相信没问题 但你今天说 我萨拉能生孩子 我接受不了 他为什么会笑 因为他看自己 已经是如同又破 又旧又烂的衣服 岂能有这喜事呢 跟我讲什么我都可以相信 都可以接受 不要再跟我提生孩子 我以前没有这样想过 我认为他比较刻薄 为什么 夏家怀孕 好 他就容不下他 然后就把他赶出家门 还有我也认为 亚伯拉罕这个人也太无情 给人家一皮带水 就让人家滚出家门 但如果从神的安排 从神的应许和国度的应许上来看 他们做得不过分 对于把夏家赶出门 新约的保罗 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解释 因为律法上记着 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 一个是师女生的 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 然而那师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 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下面这一句 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 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 现在也是这样 按着血气生的 就是夏家和以什玛利 按着应许生的 就是以萨 这里说他逼迫了 那按着圣灵生的 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 亚伯拉罕还是一个爱妻子的男人 他没有变心 因为在夏家的事情上 他没有偏袒夏家 或者被他迷惑了心 因为夏家是有企图的 他是有企图要取代萨拉的地位 他是母平子贵 中国的宫廷剧虽然在他家上演 但是结果却不是一个悲剧 因为亚伯拉罕 持守着对萨拉的爱 听到明年游戏 亚伯拉罕笑了 然后 神呢 没有责怪他 反而这次来到他的家里 对他重申 明年游戏的应许 那萨拉听见了 他也笑了 神也没有责怪他 因为神知道他的软弱 反而在他无望的时候 重新给他点燃盼望 因为神说 在神 岂有难成的事吗 明年这个时候 萨拉必生一个儿子 以萨的出生 绝对就是一个神迹 亚伯拉罕和萨拉通过以萨 他更认识到了神的权能 在人不能 在神凡事都能 所以这个故事 对于以色列的百姓来讲 神会告诉他们说 以色列的百姓 你们相信九十岁的萨拉 已经月经断绝的萨拉 还能生养吗 是的 九十岁的萨拉生养了 他生了以萨 那么我现在所应许 给你们的女人的后裔 应许给你们的人类的救主 以色列的君王 弥赛亚 就是头女怀孕所生的 你们就更应该相信 对于萨妹们 相信萨拉能够生育 就应该相信 神对我们 耶稣基督的启示 神就是用他们的绝望 来教导 让我们看见神的大能 以萨的出生 就是对将来的那一位 耶稣基督 以色列 君王的预表 所以保罗给我们 也有这样的解释 他说他将近百岁的时候 虽然看自己的身体 如同已死 萨拉的生育已经断绝 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 且满心相信 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 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 这个算为他的义 不光是他的 也是给我们的 亚伯拉罕信的是谁 信的是全能的上帝 能够使萨拉 月经断绝的 九十岁的萨拉 生出以萨来 以萨成为他的盼望 成为他国度的应许的 一个成就者 同样 神也说 我们今天音信成义的 和亚伯拉罕是一样的 我们信的是谁 耶稣基督 所以以萨他所预表的 耶稣基督 和我们今天所盼望的 是一样的 所以弟兄姊妹 相信神在 萨拉身上的神迹 也就要相信 耶稣基督 他在我们生命中的神迹 亚伯拉罕所盼望的是什么 不是地上的产业 因为他盗死全家 在加南地也只有一块墓地 他是从以萨的身上 学习了对弥赛亚国度的盼望 耶稣他也谈到这一段 我们把这三节经文 再来读一下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 你们的祖 亚伯拉罕 几见过亚伯拉罕呢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还没有亚伯拉罕 就有了我 所以当耶稣讲到这一段的时候 当时那些 以亚伯拉罕的子孙 为荣的那些法利赛人 他们却根本不知道 也不懂得亚伯拉罕 他真正欢喜和盼望的是什么 亚伯拉罕的喜乐 不是因为那个地上的产业 不是因为以示玛丽 而是因为他看到了神 通过以萨而应许的 那位弥赛亚 耶稣基督的到来 所以耶稣告诉以色列的百姓 你们的祖亚伯拉罕所欢喜的 所盼望的那一位 就在你们的眼前 你们现在亲眼看见 却不欢喜 亲眼看见却不感恩 反而想要杀了他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要知道 亚伯拉罕的喜事 因着耶稣基督 也就是你我的喜事 阿们 所以神今天也告诉我们说 明年你也有喜 你相信吗 对萨拉说 耶和华其有难成事的 那一位上帝 就是我们现在此时此刻 所敬拜的上帝 是同样的一位 所以我们要相信 九十岁的萨拉 已经能够生育 可能我们中间也会有 萨拉一样的那种 绝望的经历 我们已经没有太大的信心 来去回应了 为什么 承诺听得太多 结果都是一再地失望 原本期待着有好的婚姻 有好的工作 有好的新年的计划 有好的健康 等等等等 开始的时候 一听到那个承诺 都很激动 都在那个心上人 一起来去 看着天空的星星 听他的承诺 都会充满着盼望 但是结果却一再地 被现实所打败 可能有的时候 我们心里的门 开始渐渐关闭 我们里面的火 甚至对于上帝那个火 已经开始渐渐熄灭 说得好听一点 我们会说 我已经越来越成熟了 我经历过更多的情况 然后我不再会 盲目地去 有什么期待 有什么相信 但其实 我们内在 是不是像萨拉一样 有时候看自己 如同又破又烂 又旧的衣服 或许我们看教会 也会和我们所期待的 怎么不一样 在福祉上 我们也会有灰心 也会有无力 我们期待着有好的结果 期待着别人的肯定 期待着收获的是喜乐 但有的时候 结果可能会是失望 或许有的时候 我们会说 那我不再期待 我只要有以示玛丽就可以 我就学会知足了 我不需要再有第二个了 只要有这个孩子 不管是用什么方法生的 只要我有 我只要带出去 我就可以说 我有孩子 我可以再 只要有以示玛丽 我不需要再有上帝 你下一个应许 我只要房子 可以再大一点 车子可以再好一点 我只要从不上 可以让我再放心一点 我就可以了 但弟兄姊妹 这不是神要给我们的生活 因为亚伯拉罕的快乐 它在于谁 它不是在于以示玛丽 绝对不是 神说你明年有喜 不是用我们血迹方法 所生出来的以示玛丽 它不能给我们带来盼望 不能给我们带来喜 因为圣经上 对以示玛丽的预言是什么 它必像野驴一样 它的手攻击别人 别人也会攻击它 它带来的是 亚伯拉罕家里更多的纷争 它的战争 直到今天 在中东还在战斗着 所以当亚伯拉罕的盼望 在那个时间段 被以示玛丽所占据的时候 神就是要让他 从以示玛丽的身上 转回到神的应许里面 神不需要亚伯拉罕 你的B计划 神的A计划说成就 一定就会成就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的喜事在哪里 也不是在以示玛丽 神应许的那一位 才是我们的喜乐 因为以撒才是弥赛亚的家谱 我们的眼光 不要被眼前的环境所占据 我们的现状应该不会比 萨拉更绝望 不会比他更糟糕 我们的盼望 我们的喜乐 要对焦于耶稣的身上 我们就会和亚伯拉罕 有同样的指望 所以亚伯拉罕 神对他一切的祝福 也就会临到我们 我们相信撒拉能够生养 我们也相信 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 所带来的祝福 他灵格在我们的里面 弟兄姊妹 让我们凡事对焦耶稣 和耶稣发生关系 而不是对焦于伊什玛丽 很多年前 我为一对夫妻来证婚 我们知道中间有个环节 彼此要去念 对方承诺的誓言 意思就是 无论时间如何 无论将来对方 或者是年老 或者是疾病 或者是贫穷 等等等等 那一切 我都会永远爱你 不变得爱爱你 当这个弟兄 讲完这个誓词之后 轮到新娘 新娘刚要读 我让他停一下 我就转过来问新郎 我说如果现在 新郎不读那个誓言 你会不会按照 你刚才所说的那样 去爱他 你能不能做到 他当时愣住了 他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告诉他 我的意思是什么 当然新娘还会是要念的 就是这个婚姻 你不是建立在 对方的承诺上 你不是建立在 对方是不是遵守了 她的约定 对不对 人都是软弱的 我们听到太多的承诺 但人都有她的局限 我听过赖牧师 也讲过一个故事 一个姐妹 她的丈夫不信 并且有很多不好的习惯 她就天天为她丈夫祷告 神他求你改变她 让她越来越好 祷告好久 他发现她的丈夫 有改变 变得越来越好 她很开心 很感谢神 但是有一天 让她的丈夫那一句话 让她反省了好久 她丈夫怎么说 为什么你信耶稣 但改变的就是我呢 所以求主怜悯 让我们不要把焦点 放在人的身上 而是在神的应许上 或许我们明年 有更大的计划 我们已经积攒着力量 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但是要知道 我们的惊喜 不在我们的能力里 我们的喜事 也不是我们的工资 我们的职位 增长了多少 离开基督 人的努力 都是劳苦重担 相信神的应许 亲爱的弟兄姊妹 明年给自己一个惊喜 减肥成不成功 不要紧 算不得什么 年龄增长一岁 这闻多加一点 白发又多了 这都不算什么 关键是我们的生命 是否有成长 教会合不合 我的心意也不要紧 关键是我们合不合 神的心意 关键是我们的期待 是不是在 耶稣的应许里面 离开神的应许 无论明年谁当选 都会让你失望 美国的指望 不是在以时马力 而是在基督里面 从人的身上 转向基督 从人的承诺 转向神的应许 因为耶稣已经应许说 你要先求 祂的国和祂的义 那一切都会 嫁给我们 明年给自己一个惊喜 或许你也可以 给神一个惊喜 读经还没有读完的 明年一定要读完 还没出埃及的 一定给自己一个惊喜 你要读到迦南 因为迦南是 流奶于蜜之地 先一定要让自己 站在神的应许当中 就如亚伯拉罕一样 不要离开那个迦南地 千万不要离开神的应许 明年 每个主日 我们都来敬拜 你就一定会有惊喜 明年 更多的时间 放下你的手机 跟你的孩子 建立你的家庭的礼拜 你的喜事 一定会临到你的家里 明年不要和任何人吵架 我们的和睦 我们生命的通达 就必临到我们 明年 我们不说一句的谎话 就算我们说真话 会得罪很多人 会有人离开我 但最少 当我再次说 我爱你的时候 我的朋友会真实地相信我 所以明年 我们的脱胆 也就在我们生命的成长里 对我这么转向基督 我们就得着 亚伯拉罕所有的福气 平安 健康 喜乐 就这样多多地 嫁给我们了 亚伯拉罕和撒拉 他们身体虽然如同一死 反而他们更经历了神的全能 撒拉的笑 后来成为了惊奇 怀孕的时候 90岁怀孕的撒拉 每天挺着肚子 他每次摸着肚子的时候 他一定会对神发出赞叹 神的奇妙和不可思议 他每次那个胎动 他都会对神发出 那个奇妙恩典的赞美 神从来都不欠撒拉 一个以撒 但神更愿意 看到他们夫妻 在神的恩典 应许当中 享受着他的祝福 阿们 今天神也同样应许我们 要让我们得着基督 他也从来不欠 给我们一个儿子 但他却甘心地来到我们的中间 灵格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其实我们今天看自己 已经眺望不起来 甚至如撒拉一样说 我是如同又破 又烂 又旧的以上 但耶稣也依然愿意 与我们同在 他在我们绝望的地方 要放进弥赛亚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新的一年当中 愿我们因着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就可以得着 亚伯拉罕一切的祝福 让耶稣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惊奇 成为我们家里的喜乐 不是因为我丈夫改变多少 不是因为我的儿子 今天如何 那是来自于耶稣基督的祝福 愿我们经过这样的信息 把那个题目后面的问号给去掉 让我们能够坚定地相信 我们明年有喜 阿们 大家一起大点声好不好 明年有喜 阿们 你对你身边的弟兄姊妹 你也恭喜他 明年有喜 在这二三年的最后一天 在这要面对新的一年 我们有很多的计划 有很多的期待 求主 求主眺望我们 让我们把这一年当中 所有不讨神喜悦的 都能够被保血遮盖 都能够画一个句号 无论我们 就如萨拉所说的 如何的衰败 都求主 用保血接近我们 因为他要应许我们一个以上 他要应许在基督里面更新我们 我们面对新的一年 无论我们有多么大的挑战 我们的身体可能每况愈下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孩子 依然在面临着极大的压力 但是神愿意在我们绝望的时候 放进弥赛亚 亲爱的每个弟兄姐妹 为你自己在新的一年当中来祷告 也为着我们教会来祷告 在新的一年当中 求神眺望我们 求神复兴我们 求神让我们看到 祂带领我们的盼望 在基督里面 不是在以示玛丽的身上 我们大家一同来开口祷告 天父我们何等感恩 谢谢你 让我们在这二三年的最后一天 用敬拜来给自己画一个句号 主啊在你的话语当中 让我们得着信心 主啊得着耶稣基督 给我们一切的应许 主啊让我们不是靠着自己 而是靠着从你而来的恩典 无论我们有多么大的软弱 我们身体 我们的关系 我们的工作 都求主亲自与我们同在 因为我们的指望是在于你 你不愿意让我们孤单 是你亲自愿意 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你与我们同在 主啊在新的一年当中 你把不断地 惊喜的祝福赐给我们 主啊让我们的生命 不断地绽放 让我们去祝福我们身边 所有的百姓 谢谢耶稣 我们这样的祈求 祷告 奉耶稣的圣名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